新北確診數衝破萬人 台北市單日染疫 還暴增一千多例 市長柯文哲說 疫情在慘下去 台北市很快會 謝謝收看 每天成長1.24倍 其實在未來的時間 過萬大概指日可待 台北市居家隔離是 一萬七千八百一十六人 如果還要再用這種隔離的方式 我看再一個禮拜 台北市就關門了 不只是北市會癱瘓 柯文哲更預言 若與病毒共存 到年底預計會有 四百萬人確診 十六萬重症 甚至有四萬人死亡 未來幾個月 發生在香港 越南 韓國的事 就會發生在台灣 所以我們也沒有特別厲害 跟人家不一樣 我們只是比較慢的 台北市要推動 以篩代格 先訂購了五十萬劑快篩劑 針對高風險的 第一二類族群 啟動以篩代格 只要被匡列 就會發六加一劑的快篩劑 而被匡列的前三天 以及第五 第七 第九天 要做六次快篩 要陰性才能出來上班 使用對象也會從醫護 再擴大到警銷等防疫人員 未來更包含學校教職員 都會適用 但專家不但質疑廢除隔離 感染風險將會暴增 此外篩減量能更是大問題 北市府甚至還反映實施三加四 居隔書會來不及開 但當行政能力被病毒遠遠甩在後頭 百姓只會面對更多危機 記者楊七號 許光豪 SNG小組 台北報導